用孩子来威胁恐吓还有比这个更恶劣的行径吗 根据长江日报的报道 8月27号这名导游小黑朱铭爆料 只因为评价了鲁山县天价雕塑的事件 他竟然收到了一封赤裸裸的威胁邮件 对方公然以孩子为要挟 让其立即删除视频 后面还附上了孩子准确的身份证号码和地址信息 并且放下狠话 别以为我找不到你 此前河南平鼎山鲁山县 因为脱贫没几年就吃700多万的巨资 打造出一座又贵又丑的雕塑 深陷负面争议 甚至有网游写大友诗嘲讽 雀桥相会没雀桥 牛郎之女初没摇 几只白鸽来凑数又像月亮又像刀 700多万打水漂不知撞了谁的摇 不仅如此 媒体在采访跟进时 也是一系列刷下线的减分操作 先是抱粗口辱骂 后以六个不知道来敷衍色泽 要知道早在2020年9月 朱建部就针对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发布通知 严禁以传承文化发展旅游提升形象等名义 盲目的建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大型雕塑 鲁山县的这座牛郎之女雕塑 有没有明知故犯呢 目前鲁山县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县驻建局局长被免职 对社会关注的项目设计工程造价 招标流程等问题 正在进一步全面审查 8月29号晚小黑朱铭表示 平岭山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赶到他所在的城市 调查威胁性事件 发邮件的账号虽然已经注销 但是当地工作人员表示 威胁邮件发布者不可能是鲁山的官方部门 总之法治社会不存在法外之地 法外之人 谁都不能为所欲为